在城市中 战火中穿梭 城市的战争具备的就是一个天上地面 抛弹炸之后转身 地下 河道这样子的一个布局 这些都是这部影片主要的特色 为了能够很真实的表现出来 城市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做了大量的工作 木头着过的要熏飞的这个感觉 花园当年的一些地标性建筑 全场的 我们大楼 包括解放桥的大建 他们老的戏开教堂了 完了1949年的天津 还有很多战争 其实最难拍的还是解放桥 就战争中的运动镜头 因为我们不希望是那种镜头拼起来的一个战 而希望是不用你眼睛看到的一个战场 而希望是用你眼睛看到的一个战场 不是说是会用特效的完成 长大平 长大平 消遍 小平 再只 好吧 谢谢 隋南队摄影师要求非常高 让破解放军手先开他们 因为有时候我们爆炸 帮钱设计很久 要把握一次机会 他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 包括我们的烟火组 上面要有一些跨坝的东西 粉末多了 我们的武术组 包括复化到各个部门的协调非常关键 配合度要很高 不像地雷像炮鸡的 再来再来再来 我们想到没有那么多的车捐炸 翻转在里边 真的很漂亮 特别好 OK 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 课程 解决一个一个的难题 快点快点 像是一个战场中的战士 真实地感觉到这个战争的存在 其实解放的意义 是为了和平 是为了希望